閱讀是一種習慣 我有一個看法是 如果一個小朋友 小學養成不了自我閱讀的習慣 到中下比較困難 終身的閱讀 會優化你的人生 當然是有影響的 因為我算是一個詩學家 以往都是寫學術著作 所以對閱讀的書本質素要求比較高 即使是一個普通文化讀品 大眾讀物 我覺得是看它的質量高不高 政治在讀很緊要 我認為讀書就千千萬萬 大家都動盡過書 書是個許藥 我覺得人的時間有限 所以我想懂得選書 讀優質的書的重要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的學術訓練 對我來說是對選書的比較重要 我是很注重書的質素 因為時間有限 你能夠讀的時間有限 書有限 所以盡量把自己的時間讀優質的書 我想這是我一個學術訓練裡面 影響比較大的一方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在聯合集團服務了幾十年 聯合集團 無論是出版社或者書店 最大的特色是 它不是純粹是一種商業經營 它一直以推廣文化、知識、教育 為它的宗旨 所以除了出版的書種之外 包括我們書店 都有很多讀書會 各種的推廣閱讀 各種的文化活動 我覺得這個傳統很重要 當去年我知道 是九一本讀書會 我覺得是更加需要的 因為既然我們當時很擔心 二十一世紀到來 之後整個社會的閱讀氣氛 這樣轉變的時候 我想是更加需要有企業 好像聯合集團 去搞這些活動 去推動閱讀 閱讀是一種習慣 我有一個看法 如果一個小朋友 小學養成不了自我閱讀的習慣 到中學困難 到中學你還未養成閱讀習慣 到大學更加難 你不要以為他讀到大學 但讀大學去讀書 和他自我閱讀是兩件事 我曾經有同學 畢業之後 他說 我現在不用讀書了 這些就不是閱讀 不是一種閱讀 所以我覺得 針對一種小朋友 青少年 推廣他們的閱讀 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指導他們怎樣去閱讀 我覺得是 一個社會 一個先進的社會 一個文明的社會 是必須要做的 這個工作 不只是出版社做 圖書店做 我覺得是社會做 政府做 教育機構做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舉措 所以一本成立 我個人非常之欣賞 亦非常之寄望很大 希望對 推動香港的青少年閱讀 普及閱讀 優則的香港社會閱讀 很重要 香港是一個 推動了閱讀幾十年的社會 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優則的閱讀社會 希望通過各方面的努力閱讀 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優則的閱讀社會